继续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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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我们地方是有人吃的 在别的地方就不确定了 尽量别吃 我们地方吃的话 一般会用大蒜 用大蒜煮 然后高温煮 煮了以后还是可以吃的 有一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的 好 把它带回去 又有一朵 这个也叫静手清 手一摸到它就清掉 所以叫静手清 当然有些地方可以吃 有些地方不可以吃 像我们地方还是有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的 因为还是要高温 然后用大蒜啊这些 然后削头就可以吃了 那牛肝菌的帽子 帽子掉了 不知道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哇 这里这里 哇 背被什么动物吃了 哇 两大朵 哇 那么粗的杆杆 哇 可惜了 像这种牛肝菌的话 一般我估计是蜗牛吃的 蜗牛最喜欢来吃这个东西 所以一般应该不会是动物 蜗牛最喜欢吃 因为它长时间一啃 然后就断掉了 这个还很好的 这个还可以 哇 这里有一朵 有感觉 干净 干净 哇 臭的 要不尝 这种就是灵芝 这里有一棵枯树 它就在这里长出来 哦 这里还有 过一段时间再来采 哇 这是什么菌 哇 那里发现 一大床的这个山芙菌 也就是扫把劲 也就是扫把劲 用去看一下 哇 太大了 太壮观了 哇 太漂亮了 哇 这个就很好吃了 哇 这就是 哇 这就是 哇 这个有时候 我再处理一下这些松蒸 用来煮腊肉或者火腿 太香了 太香了 直接放不下了 但是这种菌还是要高温 然后用大蒜一起焯水煮 煮个20分钟左右 高温煮以后基本就没事了 就可以放心的吃了 再加上火腿 那一味是太香了 它的汤汁还可以用来泡饭 想想就太爽了 好继续找 好 我背着一个楼来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装了 估计是静手清 又是静手清 还可以 有的地方可能不能吃 我们地方这个还是可以吃的 它跟地理环境有关系 这种对污菌 这种酸酸的也是很好吃的 可以吃的 好 发现一朵牛肝菌 黑牛肝 潘嘟嘟嘟的 大红菌 嗯 不是 还是静手清 嗯 松油 可以用来生火 好 好 对 好 嗯 好 好 你帮我把蚊子拿去 你把蚊子拿去 我把蚊子拿去 把蚊子拿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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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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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